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郭亚慧 欢迎收看台湾量子来 今年各行业受到了疫情的冲击 时尚圈也不例外 当海外参展受限 这群拥有国际能见度的台湾手工品牌 开始组队打团体战 希望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 教师接下来 自家在台中经营40年的传统鞋场 就把华人圈象征富贵的锦礼 以手工刺绣 做出了栩栩如生的鱼鳞鞋面 在全球热销五年之久 还有这位是美国加州艺术大学 设计所毕业的新生代设计师 连子役 他也靠着手工巧思让金属永续 在巴黎东京餐展都受到了国际注目 还感叹台湾品牌可以做到如此的精致 不盲目追求流行 而是把生活变艺术 这就是文化的传染力了 虽然在海外被肯定 但是在台湾 他们总是埋首于创作 这回是靠这一位 服装设计师汪丽玲的号召才大集合 要带您看 征战国际参展的台湾品牌 如何将疫情危机化为转机 戴着眼镜一代电影招呼客人 她是创立品牌五年 单独前进纽约时装周的 台湾新费设计师王力林 也是台湾第一个 进入精华国际精品的服装设计师 你就可以看到 连这个衣杆 我定做的这个衣杆 它会有那种 你要站在门口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好像有山脉相连的感觉 然后再连接到 上面的我们的主灯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层架 层架从侧面看 你就可以看到 它好像有这种 波浪形的这种线条 从英国伦敦念未来材质 回台的汪丽玲 善用过去光的概念 融入设计中 这回把更多大自然山水弧线 风的元素 藏在创作细节里 你可以看 你会觉得好像有空气 有风流动在这个衣服里面 如风的设计不止在服装 这间往事空间更像是它挖掘新锐 大造的MIT国家队平台 墙上一脚如风流线的帽子 到各式造型的首饰 会有这种流线的线条 然后书版 然后是用 比较多是用银色的 所以我觉得跟这一次 它这个系列跟我的东西很搭 还有墙上一脚编织刺绣鞋子 这全是它在国际参展中 精健台湾行销到世界的手工独立品牌 就你看你远远看 好像有一只鲤鱼在水里游 然后可是这个不是 不是碰上去的 它不是印花 它是刺绣 就这是它 我觉得它有很多 就是我没有看过在鞋子上的技术 所以这一双最难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要先把它撤起来 再去做这些车线 缝线 电锈的处理 刺绣颜色到车缝 每个步骤不容许半点差错 忙着和师傅讨论的设计师Alice 和来自泰国曼谷的Done 是英国念设计所同学 五年前在鞋场二代M的邀约下 在台中这间不大的工作室 三人自创品牌 结合老鞋厂制鞋底蜜 以手工鞋起家 小时候其实我们家有两间工厂 那大部分都是承接 国外运动品牌的订单 以前我记得它代工很多品牌 例如说Nike Elidas 然后一些Puma 这些只要运动品牌知名的 基本上它都有做 因为08年以后 就是刚好整个的景气 有一点点衰退 那那时候其实我们帮国外品牌 做很多代工 那我们也一直都很想要 自己去做品牌 那所以刚好Done跟Alice 就在一个机会下 我们就就是一起 大家一起合作来做品牌 这一支的头型比较偏向哪一个 这一支的头型 它的头型会比较像Done 为了做出属于自己的台湾鞋款 在鞋子灵魂炫头 要下的苦工不能少 炫头对了 鞋板好了 才能克制量身打造 像是耗时16小时的编织工法 全用手工制作 这个材料是羊皮 这个是牛皮 然后在做抽调的时候 会发现一件事情 羊皮的延展性 跟牛皮的延展性不一样 因为羊皮的延展性 比较大的状况底下的时候 它变成说整个它拉紧 结果编织格变小 所以我们必须又要拆掉 缜密费工的编织鞋 到鲤鱼刺绣 在鞋子上的突破 都是来自生活灵感 很少看到有人把这个电锋 手工电锋 都放在鞋子 那我就觉得这个应该 这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放起来应该也是不错 那刚好那天我跟我女朋友 去一个餐厅 那就是看到鲤鱼 我觉得它的颜色跟它的 detail 也是蛮漂亮的 所以它讲得也蛮像鞋子 就是一只鱼 所以就觉得 那我就把它的颜色跟这个来 把它变成一个电锋的颜色 那就放在皮鞋 鲤鱼灵感制成的手工鞋 吸引外国客当量订单 就连时下最夯的中文和注音 也成为设计 老船产搭配新创意 五年来三个人把MIT鞋子 行销全球市场 创意巧思越来越多 日本建造服 废弃包包 都能变装为时尚永续 台湾手工制作的魅力 还有这间隐身在台北巷弄的 金宫殿 长宝飘映一双巧手专注地 据做出折角丸度的莲子衣 美国加州艺术大学设计所毕业 一百左右 刷到它绒 靠着经验累积每个步骤 一点差错就会前功尽弃 莲子衣有别以往 设计出方形手势 还有它擅长的金弓折法 这个 这个很多折吧 对 我自己很喜欢折这个技法 其实在折叠上面 你可以很俐落的 很简约的看见它是青蛙 童年生活中的青蛙虾子化作灵感 尽管耗时费工 担任MIT手工饰品 在巴黎东京参展 大受国际注目 他们觉得 这个你是日本的品牌吧 然后当我说的是台湾品牌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很惨惊人 就是他们不知道台湾品牌 可以做到那么精致 他们觉得台湾的设计师 其实很知道怎么样 去把自己的文化的优点保存下来 而不是一昧的去追求 最新最流行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在欧美市场上面 最让他们感到惊艳的事情 台湾的独立设计师品牌 不会比国外差 大家去结合彼此的强项 然后团结在一起 那我觉得会变成一个 就是对外 就是从品牌打出去 它对外的power会非常强 就大家自同道合的人 然后你们就一起合在一起 然后开一家店或是一起做什么事 我觉得它的力量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觉得趁这波疫情的时候 在这个巨大的危机的时候 应该找到一个转机 结合多方资源 把台湾手工品牌新热设计师 在全球后疫情时期团结在一起 换危机为转机 MIT品牌下一步蓄势待发 同样在全球疫情之中 站稳脚步的还有接下来这一对演艺圈 高颜值的夫妻组合 刘更宏和王婉飞 两人相试21年育有三个孩子 身为三宝妈的王婉飞 三年前是因为孩子反复传染肠病毒 才兴起了和儿子同学家长合伙创业的念头 没有想到这一台 刘更宏眼中认为是妈妈们玩票性质的灭菌机 今年初搭上防疫疫菌突起 陆续接到了日本韩国和泰国的海外订单 让很多朋友意外的是 王婉飞怎么会对消毒化学这些专有名词说的 头头是道呢 其实她本身就是化工科毕业的 之所以她进演艺圈理由很另类 而且是她人生最大的转练点 王婉飞1978年出生 从小留短发 高高壮壮的爱打篮球 个性也害怕 妈妈很担心她太男孩子气了 主动为她报名选美比赛 还用计较法 把一个不爱穿裙 不会化妆 没穿过高跟鞋的五专女孩 经过三个月大改造 她从港都小姐第二名 一路比到了1999年 环球小姐台湾第一名 还代表台湾出国比赛 带您看王婉飞的蜕扁 出现在宠物展中 三宝妈晚晚飞 投一回不以艺人身份亮相 一创业合伙老板 在柜位前滔滔不绝 有猫咪喷猫喷她的屋子 消毒狗退车 衣服啦 衣服 猫沙要有娃娃 忙着讲解还编开直播 自创全球第一台MIT消毒机 红到泰国 日本和韩国 难得空闲的刘根宏 也成了帮手 她是顾问啊 也没有领薪水的顾问 没有领薪水的顾问 就是顾什么顾什么 什么股东会我还要去开 然后我说关我什么事 我又没有领钱 然后我拿一份要 我又没有我的名字 为什么我要去开会 然后我说因为你是我老公 所以我就义无帮忙了 三年前走进产线创业 婉婉菲单纯只是想解决 孩子肠病毒反复传染问题 和儿子同学的妈妈 靠着化工背景努力钻研 起初一度不被看好 因为她刚好要读化工科的 所以她们有一些她们的语言 所以她在讲这些东西 给别人听的时候 其实我们以男生的角度 会觉得我会跟她讲 我说谁要买这个东西 你们疯了吗 然后刚开始其实都被笑 都被人家笑 就说你们坐这干嘛 以前大概只有妈妈会在乎 有小孩的妈妈会在乎 消毒这些东西 宠物的人比妈妈多 对因为除臭 猫杀除臭什么的 所以宠物界很红这台 然后但是后来 是因为过年的时候疫情忽然出现 所以那个机器在过年的时候 就存货全部忽然被卖光了 40岁一头在进创业路 其实出道前 王婉飞没想当过艺人 更没想过当老板 1978年出生的她 家中排行老大 从小个性还派帅信 念武专时留短髮像个男孩 最爱打篮球 我是以前就长得很像小男生 然后都剪男生头 然后都跟男生混在一起 然后又读化工科 所以我就比较 而且稍微胖一点 对然后就是丰满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我也没有什么化妆啊 保养啊什么那种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不是我 我就是很随性 帅气这种 就是走男生路线 然后后来妈妈又觉得 她看到我是那个样子的女生 她受不了 她觉得 她很担心这样 她就觉得 诶 那个我帮你报名选美好不好 然后我就说 选美 选什么美啊 然后我说我长这样 你叫我去选美 你不是弄我吗 我妈说 啊 我就早就知道你不敢 然后就用激健法这样 然后我就看她们就说 谁不敢啊 要去就去啊 怕谁怕谁啊 然后其实我是那种 就被激到啊 然后就有点像男生的性格 就不能被激 然后就去了 今天带来非常美丽的 激将法让王婉芬 专四参加选美 要在三个月训练过程 全身荡改造 第一次参赛 吓到大家 第一次那个选美比赛 三个月的训练过程当中 然后把我改变成 现在这样 然后就在过程里面 我刚去比赛的时候 大家看到我去报名 然后眼睛都有点 吓到这样 那种眼神 想说你怎么这样 你还敢来 这种哦 因为我去的时候 现场所有的女生 都是那种 model啊 然后又就是那种笑话啊 就整个都是已经漂亮好的 已经都是美美的去的 然后 然后 我不会穿高跟鞋 没穿过裙子 然后头发又短 然后又不会化妆 然后又胖 就是反正就是 丑到爆了 可是那三个月要训练嘛 然后我就在里面学化妆 然后因为要比赛 那你不能胖啊 所以就开始减肥 然后开始 学习怎么样穿高跟鞋走路 不只是要穿高跟鞋走路 还要走台步 这个是超难的耶 从富士要进决赛的时候 然后要准备要决赛的那一天 我妈就说 开到路上就说 还是我们回家啊 不要比了 我说为什么 我说我都已经努力那么久 三个月 今天终于就要拼胜负 前三名 我说为什么不比 然后我妈说 她说你改 已经改变成这样了 已经是达到我的期待了 就去比 然后就那一天 也没有第一名 然后也没有 没有很烂 就是第二名 我觉得那成绩对我来讲 很OK啊 因为对我来讲 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肯定了 从不会穿高跟鞋 到一名惊人 往往被前所未有的大改造 后来就向选美选手 一路过关斩将 从环球小姐夺下冠军 代表台湾出赛 在菲律宾拿下 亚太小姐第三名 21岁被向众踏进演艺圈 你发如雪 纷飞了眼泪 我等待 想到了谁 丑小鸭变天鹅 人生从此大转弯 单纲周杰伦 MV女主角 也接拍电视剧 在演艺圈 遇上逆伴刘更宏 如今当艺人23年 重拾化工老本行 勇闯新局 爱情长跑8年的刘更宏 和王婉妃 今年结婚第13年 差6岁的她们 说起了恋情萌芽之初 都觉得是一生 难忘的际遇 当时的刘更宏 身为修比都华的议员 从母鸡带小鸭 家家福演戏出道 正走红 有一次在新门町办活动 巧遇了菜鸟新人 王万菲 当下心动 立刻递上纸条 没想到要电话不成 纸条被丢进垃圾桶 后来想尽办法 约到女方吃饭约会 还是惨遭拒绝 这段地经波折的追求 在2007年 终于甜蜜布上了礼堂 只是婚后呢 王万菲检查发现 子宫内有九颗肌瘤 要怀孕是难上加难 后来是怎么迎刃而解 还因为带着小炮福 上节目红遍华人圈呢 继续带您来看 刘更宏和王万菲的爱情故事 一首幸福的距离 牵起全家人的心 这是刘更宏和王万菲的 结婚定情曲 众人见证下 2007年刘更宏和王万菲 终结单身踏入婚姻 爱情长跑八年的两人 爱苗助长是21年前 在西门町王万菲的出现 让刘更宏一见钟情 我对她一见钟情 她对我没有 我是真的在西门町看到她 然后我在那边录节目 我就看到她走过去 然后我看到一眼我就觉得 被她给吸引住了 眼神可能 但没讲过话 真的完全没有 我就想说好 我一定要赶快过去 结果没想到等我录完 她已经走了 我赶快打电话给那个大姐 就带她那个大姐 然后我就在当下 我也跟小龙小妈讲 我说两位 这个女生是我要追的了 希望两位都不要插手 她们俩说 欸 这样话都还没讲 我说对 我一看到这就是 我觉得我喜欢的 就是我的菜 就是我喜欢的女生 那个大姐那时候是 就是帮帮忙我做一些经济工作嘛 然后她就有一天 她就把那个纸条给我就说 欸 这是那天 那个Shubi Dua 那个刘更 她说她想要给你认识做朋友 她说这个纸条她留给你 你可以 她叫你打给她 然后我就心想 叫我打给她 我说为什么我要打给她 她说没有 因为她想认识你 我说为什么她想认识我 我就要认识她 然后她就说没有啊 刘更宏耶 对 她的纸条给我之后 马上我就丢完垃圾桶里 随手就丢垃圾桶 然后大姐就 学长 你在看漫画 对啊 1990年在家家服务母鸡戴小鸭 已有知名度的刘更宏 1997年成为Shubi Dua 议员 在演戏唱歌主持 已是当红艺人 晚晚杯把告白电话一丢 原因是刘更宏看起来很花心 我在专科的时候 我的同学就很喜欢Shubi Dua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你最喜欢谁啊 然后他就说 我最喜欢刘更宏了 然后我还看了他 我还撕他说 我说你喜欢谁都可以 就是不能喜欢他 然后他还问我说为什么 他说那他看起来最帅啊 看起来最花心啊 你怎么会选他呢 你要选也选小宗嘛 然后小宗看起来就很老实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你真的不会看人耶 然后就所以我静眼一天 遇到第一个追求我的就是刘更宏 然后我当时就想到 我对他说的话 我想谁都可以就是不能踏 然后我觉得他实在太花心 一定很花心 只是鲜少主动的刘更宏 第一次被心仪女神拒绝 趁着王婉飞接戏 不会说台语又常被导演骂 刘更宏借机传授经验 才有了吃饭要电话的机会 然后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他就一直用很变态的眼神 一直看着 我就用这种眼神 然后我在吃饭 不断地放电 从后到尾 从后到尾 我根本没有在吃 我就一直要放电 我要享受看他 会不会对我有任何回应 我就觉得他很奇怪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特别 那对饭吃完的时候 我心里是有点担心的 我觉得他很变态又奇怪 然后我就一直吃 然后看他一直看我 然后他也不吃饭 然后我就说你不吃饭吗 然后他就说你吃吃 然后我还是继续这样看 在那个过程当中 种种的他的一些行为 就更让我证明 他一定很花心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一定要 危险危险 这个一定要保持好距离 不能给他任何有机会 可以介入什么什么 对 然后就后来 是在后来慢慢的认识过程里面 才发现 我会想 他好像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的人 就是从他周遭的朋友 然后还有他的表现 跟他的谈吐 然后慢慢认识他这个人 之后才发现 好像他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然后才对他慢慢放下 一些那个心 戒心跟心防 对 可以 我跟你讲 好 既然你爱我的话 我送你一样东西 如果你接受的话 我们两个就要永远在一起了 鼻涕都流出来了 好不好 好 这上给你 爱情长跑求了两次婚 王婉飞被真情打动 只是演艺圈当年不慎行结婚 两人拍婚纱决定结婚时 肉跟红得接受宣传费 被砍办 那个时候 演艺圈不慎行结婚 你知道吧 不管是刘德华 不管是吴忠倩 他们都没有要让人知道他们结婚 那这都是我最接触的 虽然当同的人 所以当下我们在演艺圈 我们一直觉得就算交往 以前他们有交往 都不会让人家知道的 就都是永远分开的这样 没有人公开结婚 然后我们会担心 怕影响未来的联名工作 对会影响工作 会影响你的名声 因为当时他结婚的时候 确实是 他第二张专辑的宣传费 就是被减半了 玩出好心情 有点不一样 今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云以为演艺兽组 做旅游节目办海外演唱会 夫妻俩闯出一条路 只是结婚两年 从鼎克族决定生孩子时 王婉菲发现子宫肌瘤 一颗男受孕 他有九颗 第一次检查三颗 第二次去找专业的医生 变五颗 然后那个医生跟我讲的话是 你要怀孕可能不太可能 然后那你这个可能要去看不孕症 等我去看第三个医生的时候 去检查已经变成七颗 什么三颗变五颗 五颗变七颗 然后我就觉得 太夸张了 而且是在短短的一个月内 就开始升那么多颗 然后结果后来我就回台北 然后我就想说 要去找台北一个最专业的一个 不孕症的专门看肿瘤的医生 然后去给他看 给他看的时候 他是我最后一个医生 然后去看的时候呢 从七颗变九颗 然后我说 他又变九颗了 然后医生看完之后 然后那个医生呢 就跟我说 没事 然后现在十个里面 有八个都有肿瘤 其实肿瘤对 肌瘤 肌瘤对怀孕来讲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那你们就放轻松回去试吧 两年后我们发现 我们终于怀孕了 我们才去找他 九颗肌瘤 基本来说你是很难怀孕的 后来他才告诉我 他说你们两个 这就等于说中了奖卷了 沾一下 你看 哇塞 然后就黏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沾一下 然后黏在这个地方 放了 那你就把红色的地方 都用这个钻石小贴纸把它黏住 五年连终三次乐拓 生下三个孩子 这得来不易的缘分 加油陈生 三个孩子为王婉飞 和刘跟宏带来了欢乐 如今结婚十三年 夫妻俩不宜余力 从孩子的体能到教育 自教自学 王婉飞也从选美皇后 人妻成了创业三宝妈 下一步他不设限 继续向前 你的小黄狗那些美金 幸福的距离 就算万公里 一路以来都不是我计划好 也不是我规划好的 然后我觉得很刺激 然后又很像经历一场 冒险游戏的感觉 就是每一年都会发生 不同的心事 然后每一阵子都会有 又不同的事情发生 然后但我自己觉得 这一路以来 我觉得我就是 边走边看 然后持续的学习 我现在当中觉得 他当妈妈更是不一样 然后现在又能够在 他自己创业的这个事业上 原本一个小公司 现在逐渐的 很多的人想要跟他们合作 我也觉得很厉害 好像他的更多的潜能 被发挥出来 那是我觉得 以前我们没有想过的 这对银色夫妻 从家庭到创业 新手勾勒出了理想未来 而接下来这位呢 则是坚持十年 不曾间断 每天开车 从台北到伊兰大西渔港 挑现捞的虾蟹小卷 他是专门卖品价 小火锅的老板 吴国阳 职足在每天 要用新鲜蔬果来熬煮汤底 过去十八岁 叛逆少年时代 他曾经是混黑道 开店月入数十万的大哥 直到做生意 被倒债近千万 朋友散去 人生不得不为妻女 从头开始 而这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店 在他的龟毛挑剔之下 冲出了一天三百锅的 惊人记录 人家说火锅的灵魂就在汤底 于是每天早上老板吴国阳 就全神灌注在这一大盆的蔬果上 洗洗切切二十多种食材 全是他轻挑细选货 搭配出来的黄金比例 这三根种了两年的老甘蔗 使用来提升汤的甜 甘蔗的用意是在于说 它多余的水分会挥发掉 那就会留下它最甜的那个部位 吴国阳吃遍大江南北 食材该怎么选用 他有独特观点 像很多人他这种皮啊 这种须他都会把它 都会把它丢掉 但是它须都有 它特别的甜度跟它的香气 很多人就是把这个都切掉下去 但它的根部都有 它根部特别的香气啊 我们的特色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每天熬出 同一种味道出来 是因为我们是用 当季的一些蔬菜 再去熬出来的 那它的每一个季节 它的甜度 本来就是都会不一样 所以每天进厨房都是全心挑战 都得战战兢兢 处理好的食材倒进这一大锅 这是熬上一夜的昆布汤 这样大火熬煮一小时 直到逼出精华 有啦 我们里面有加三种的研发在里面 因为是你咸也是要让它有不同的层次 吴国阳自信自己的手艺 他靠着一路吃美食 养出一张雕嘴 也吃出料理心得 更做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就像这麻辣鸭血 关键的秘密武器 是来自中国四川的豆瓣酱 无果芽寻觅许久才觅得的好滋味 糖底麻辣中还要带点香 少不了花椒 月桂叶 草果 甘草等 它温度不够 它香气出不来 温度过头了 它就苦掉了 炒好的辣椒加入蔬果熬煮的高汤 浓郁香气逼人 最后切大块沥干的鸭血 再泡进糖汁里 吸进满满辣香味 该煮该备的料都差不多就绪了 中午十二点半 时间一到 吴国阳就会不顾一切 抛下手边工作 直奔宜兰大溪渔港 每天来回车程将近三小时 十年来吴国阳未曾间断 就为这天天进港的新鲜磨果 刚下船还带着浓浓海味 仙道不行的虾 蟹 比吴国阳风狂 这什么 今天多少 天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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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美喔 像刚刚那个小卷 我觉得那个很特别 我就会想要买的 它这个可以生吃的 生吃的 对啊 你敢吃吗 非常新鲜啊 很甜啊 很新鲜 很甜啊 很新鲜 只有抓这些 都要买的 它都没得太甜 好 都要挖好 它都挑好货 它都买好货 来 挖饱后 淋上一桶海水 回程前吴国阳坚持 这动作不能少 海水可以杀掉很多的细菌 那它就 它没有办法 它没有继续腐坏的话 它的鲜度就会保持 像刚捞上来的那种鲜度 63年次的吴国阳 一聊到美时 眼睛就会不经意发亮 从前它无法体会 这种开心的感觉 年少轻狂时 它是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 读高中就经营电玩店 月入数十万 这少年得知 你就比较不懂得去珍惜 不懂得说 你会以为说 原来赚钱是这么容易的 没有你想那么难 斐类的生活 在退伍后脱离黑道 有了改变 他学做布料也做出成绩 月入百万 直到2008年金融风暴 那时候那个一碟百货 就恶性倒闭 然后我们就很多客户 都是被恶性倒闭 那间接就会去 倒到我们的钱 一夕间他负债千万 看似愁云惨物 行动派的吴国阳 却拨云见日 他想平常都在吃美食 评论别人的料理 自己是不是也能做出 让人感动的美味 就这样毫无计划 他当起了老板 这个已经签约签好了 做什么不知道 因为房东只给我们 两个礼拜装潢 然后等我们想到说 要做的时候呢 好 只剩下一个礼拜 然后隔一天二一夜 比例呢不知道 会啊 会很紧张啊 要说怎么办怎么办 时间越来越近了怎么办 可是通常都是 马上就出来了 谈起人生第一次创业 老婆还是觉得 当年两人实在太勇敢 只花一个礼拜决定 吴国阳命运的火锅 在用料上却是一点都不草率 我们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我们很多的火锅料 我们都自己家里做的 这个海带一般比较少有 这是进口的 然后它这个煮下去 会整个都是胶 来哦 现捞海鲜拼盘 还有吴国阳每天情分 带回来的海鸣海鲜锅 葡萄甜虾 小卷 螃蟹 满满一大盘 价格清明 食材方面 他们家食材就很新鲜啦 而且我觉得刚好分量这样 刚好 我觉得分量对我来讲 刚好一人份 它的汤头是比较清甜的那种汤头 会比较甜甜的那种 好像是用玉米去煮的 所以会有甜甜的感觉 从一天几十锅苦撑两年 到卖出300锅的记录 一路走来不容易 但为了做出一锅 让人深刻烙印脑海中难忘的滋味 一家人再苦再累 也会努力守护到底 继续这一位才35岁 他就综合两岸 是甜点企业家王少柔 台湾第一个做杯子蛋糕的人 好难想象创业之初 他根本是烘焙的门外汉 台大国际系毕业之后 一路在欧美化妆品牌工作了七年 带大家看是什么让他大胆转行创业 从网购开始做起 三层结构的杯子蛋糕 底层是有多种口味变化的蛋糕体 挤上配色的乔师达奶油 放上大豆几乎盖掉整个蛋糕体的大草莓 或是可爱到不行的蛋黄哥凯迪猫 甚至是各式新鲜水果 这些光用看的就令人心动的杯子蛋糕 创业点子来自王少柔 下午就觉得做个什么钻石送给妈妈什么的 可以 可以 那怎么做吃透明的 透明的 就用活动吧 活动 这才需要再去刷一刷看 有大半时间王少柔得把自己的想法 转达给蛋糕师傅 手中这厚厚一本绘本 就是他天马行空的创意 五年来迸发出来的点子 设计研发的蛋糕已经超过1500款 你看我还画这个荷兰风车的 你看这个模子怎么弄 这个模子可能要再去找找看 感觉又不会说那个死板这样子 你觉得这有200元 单一的杯子蛋糕还能怎么玩出新发样 脑中打转的是真是这些 因为对这个有兴趣吧 为什么也喜欢创作 或者想些有的美的东西 所以就是尽量会上我去找 或者是看看各个品牌 或者其他的国家 他们有什么新的想法 新的idea 然后把它融为贯通 透过师傅的手 王少柔的梦幻甜点1.11被实现 这里是他的中央厨房 每个月得生产超过5万个蛋糕 好供应其他六家门市 缤纷的色彩 紧扣市场最新潮流 各种受欢迎的人物造型 都是王少柔的设计重点 最怕的就是客人洗心厌旧 热度减退 一年要推上百款新品 同一时间追头师傅在赶工的 是最近新推出的蛋糕卷 这又是王少柔的另一个创新 这个甜的时候 就是要小心一点 对 不然是炒炒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地刷屋掉 现在市场蛮竞争的 然后客人就是很在意外形啊 口味 所以要一直有新的东西 然后怎么样是引起市场的注意 她了解烘焙市场 也很快地杀出一条血路 美丽是觉得小小杯子蛋糕 一年能创造5000万商机 但是会踏入烘焙业 是王少柔从未想过的人生选项 台大国基企业系毕业后 她在欧美化妆品牌担任公关行销 30岁那年原本只是想转行 没想到人生大转弯 那时候甜点算是刚要起步的时候 台湾的市场 然后大家对于这种非迷生必需品的需求越来越高 然后在国外看到欧美还有日本都在流行 但台湾都还没有人做 然后觉得这个甜点的这一块市场 是可以切入看看 所以就开始做 那时候的她既不会烘焙蛋糕 也不知道客人在哪里 那一年2009年才走过金融风暴的低潮 台湾又没有人做杯子蛋糕 下一步该怎么走 于是决定从网购出发 找来做烘焙师傅的亲戚帮忙 就这样当起了老板 一开始是一个旧的公寓一楼开始做 那里大概只有17瓶而已 然后就是买个烤箱 然后冰箱工作台 就开始试作研发 刚开始的时候 还都要自己去送货 就是艺人公司 一个人搬很重的箱子 里面有一两百块蛋糕 没想到刚起步 第一个月就有上万元的订单 只是还没来得及享受丰收的喜悦 更大的打击等着他 没有考虑到说运送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比较着重造型 然后造型上面有很多装饰 那运送的过程可能就会有一些损毁 然后会有一些客户抱怨之类的 想要克服这个包装上的困难 想要找厂商做 可是厂商都不愿意做 因为他们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产品 不知道怎么样设计他的包装 幸好折腾了两个月 在师大工业设计系担任教授的表哥 为他设计出专属的包装盒 解决了运送的问题 让美美的蛋糕完美送到客人手中 但问题一解决 有生意头脑的王少柔 立刻大胆改变经营策略 他想做实体店面 于是创业才三个月 便找成品谈合作的可能 那时候我们一开始跟全品提案他就非常欢迎 然后也给我们非常好的位置 结果就没有让他失望 就做得还不错 说不错是谦虚 杯子蛋糕居然成为那一个贵位 历年来业绩最好的店 因为产品设计特殊有卖点 加上又是台湾第一个做杯子蛋糕的 很快的小小的蛋糕一炮而红 台湾不太久 那时候09年的时候 观光局他也在推动台湾的文创 或者是吃喝玩的时候也介绍到我们的品牌 在观光局向世界宣传台湾的影片中 王少柔的杯子蛋糕和天灯 凤梨酥等一起成为必看必买的台湾特色 王少柔迅速尝到比杯子蛋糕更甜更浓郁的成功滋味 尽管是门外汉却一路很幸运 仿佛都有如神主一般 像是艺人蔡依林 肖敬腾都难抵杯子蛋糕的魔力 曾主动po文分享 让来自台湾的杯子蛋糕红到对岸去 大陆市场没有这样的产品 然后刚好又是艺人喜欢 所以就越来越多粉丝 会很多的网友问说在哪里买得到 然后再问说什么时候可以开到大陆来 因为他们后来就知道是台湾的品牌 王少柔的事业版图拓展到中国 目前在对岸已经有16家加盟店 能快速地在中国大陆成功地攻城跃地 社群的力量是关键 透过经营自己的微博加上明星加持 台湾加中国市场年营月额有两亿 但一个较小的女生得一肩撑起一片天 压力不小 生意越好越睡不着 要承担的责任 我个人就是有一个困扰 就是我已经失眠 没有办法睡觉 就是失眠很多年 一直有失眠的这个问题 大概五年 然后都必须要靠药物 来那个让自己可以睡觉 未就医之前 最高纪录曾经三天不能睡觉 这是成功付出的代价 但王少柔不会因此停下脚步 很感充的她 未来触角还将延伸到欧美日本 杯子蛋糕的发源地 让外国人品尝 经过她改良更精致更道地的 浓浓台湾味杯子蛋糕 欢迎回到台湾亮起来 继续五知一时代的来临 科技结合了校园 像是台东大学树莓系的学生 就把所学应用在家乡之美 制作成了APP 让游客可以边玩边融入部落的生活 还有云林湖卫科技大学 结合AR跟VR 打造了智慧校园 未来5G时代会如何改变 教室里头的学习 带你一起了解 我是你确实啊 确实的教育 学生们诠释老歌毫不怯场 伴奏的吉他手站在另一个舞台 透过5G异地共演 正体验未来学习的创新技术 蛮新奇 就是我跟吉他手是在不同的地域 但是呈现出来之后在荧幕上面是两个人是同台的 而且看不太出来是分开的 学校我们基本上体验到的其实就是很实际的舞台跟观众之间的距离 可是就是真的到了现场之后 他们左和右是完全看不到的对方 那他们这个体验其实是非常非常值得 这样的5G实际舞台秀让醒无科大的学生们亲身体验科技新未来 也宣告智慧校园时代正式来临 像是云林湖伟科技大学这里的5G智慧机械展示中心已经耕耘20年 下面所展开的台湾的工具机的这些不同的从零组建厂到整机厂当end user 的一个整个情境在这里做一个demo的一个示范 那把所有国内外产学员的demo号都架在这里 占地100平空间分为三大场域 第一是验证设备机台进度 第二是提升加工效率场域 不过最重要的是整件智慧化导入AI 这是感测区的信号 那里面有实际的东西 有虚拟的 有实际的 那我是维修人员 或是我操作人员 我戴的那个眼镜 它整个是可以送到cloud端 整个是可以去做判读 做管理 做后面做最后的discision 做谍策 藉由AR眼镜成为界面 所有工具机的讯息都在眼前 工程师可以立刻处理疑难杂症 我今天戴的眼镜看到的是在美国的哪一个厂里面的某台机台 那我今天看到的不是一台 我今天看到的是一千台一万台 那个power才会大 不只AR VR也结合维修实作课程成为老师的最佳教材 我们靠近它之后 这边我们有做一个holder 那我们抓到它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部件做推移展开 那这时候就可以做飞越去看 某一个火箭的主件的部分的设计 那我们也可以飞到后面去看 后面的引擎的尾部的部分 透过VR的部分可以把比较大的飞机引擎 可以做一些拆解 那还有就是一些游路啊电系啊 这些东西去由多媒体去结合飞机系的知识的结晶 然后把它做成行前教育的手册 那这样子在一二年级的学生可以借由ARVR的这个教材 可以先手势 然后三四年级的时候实习的时候就会比较快上手 高机密仪器在大学四年内学习内部结构 从组装到维修学生一人一台VR 上课不再局限于书本和白板 而是亲手实际操作都要靠5G 未来我们在工厂现场就是有一些AR的影像 或者是一些感受器 我们透过5G呢还有这个VR 我们可以直接去做一个互动跟回收的部分 那5G因为它有大频宽跟低延迟 所以呢如果需要远端支援 或者是现场有一些警示的部分 后端其实是可以直接 透过5G的特性去做一个互动 然后去降低现场的工厂安全的 触发的这个部分 利用5G广连接低延迟高频宽的特性 打造智慧校园 这样的科技应用在台东大学 更进一步连接校园和部落 学生开发出导览APP和AR互动游戏 协助复兴88风灾后 辛苦重建的嘉兰村 利用3D数位设计和AR互动游戏 结合原住民传统文化 随时用科技看到部落的文化价值 我们现在这一关是先用弓箭 然后这边是可以先让玩家 体验拉弓的感觉 然后先要射中这个把5次 才可以回去青年会所 头戴VR眼镜透过虚拟实镜结合传统射件文化 创造更多应用 那VR扫描只要开起来 那对着我们的图像扫的话 那他就会告诉使用者说 他获得了这颗桃株 然后还有折价卷 那进去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是使用陀螺仪旋转 所以要拿手机 然后模拟自己在进风箱 点击问号就可以看到该物件的介绍 各大学的产学合作 5G数位学习的超前部署 提供人才和技术 引领新时代无限未来 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您收看 也希望透过台湾亮起来 能够让您感受到一股向上的力量 三地球台湾 我是郭亚慧 我们再会 人的生命很短暂 好好珍惜 不要为你自己的价格而拼命能努力 要为你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 所以各位好好找出你 很多未开发的价值 我想你每一天 会比每一天更快乐 过得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回程